哈囉大家好我是Sky 今天呢想要來跟大家說說話 說說我心中對於健身 對於訓練這件事情的看法 對於訓練為什麼你總是沒有辦法持續 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那為什麼你明明知道 哪些食物營養 哪些是垃圾食物 卻沒有辦法控制好你的飲食 導致你的體態呢 遲遲沒有辦法經過 那其實我健身到現在呢 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多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覺得非常不滿意自己現有的體態 他們覺得自己好像 越來越覺得容易喘 越來越累 越來越覺得疲勞 然後開始健身 那當下我都會問他們 你目前的飲食習慣 你生活作息 你一週可以開多少時間出來健身 那你目前的理想體態是什麼樣子 那聽他們說完之後呢 我都會告訴他們一些建議 然後告訴他們該如何開始 那當下所有人給我的反應都是 哇 滿腔的熱血 那信誌勃勃的充滿希望與動力 那我聽完之後也非常替他們開心 但當我問他們想要從什麼時候 開始健身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會回到我 等我這週 等我下週 等我這個月 等我下個月 事情忙完 時間比較穩定之後呢 我就開始來訓練 然後到了下週 到了下個月 都遲遲沒有看到他們出現在健身房 那我覺得訓練這件事情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是吃飯睡覺滑手機啊 然後看劇看漫畫這種 無論你有多忙碌 都會很自然而然的播出一些時間去做的事情一樣 那麼你真的是很難堅持下去 那其實大家都把訓練這件事情看得太嚴肅了 都想要做好心理健身 然後奠定好一個一個很大的目標 找一個宏道的機率 然後才開始踏入健身房健身 但其實健身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日常 其實一天播個3到40分鐘 就會有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那人的體態是這樣 當你給他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那為了去適應這個環境的變化 你的體態呢 他就會很自然而然的朝向那個方向去發展 就好比精實秉捷的拳擊手 那結實帶有線條的游泳選手 那粗廣的健力選手 以及壯素切割度高的健美選手 因應不同的鍛鍊環境 你的身形也會有所不同 而健身鍛鍊呢 就是朝向你所訂定的目標 給自己的身體一個需要變得更強的環境 好來應付這些越來越重 越來越強的訓練工作 那我自己以前的工作時間也是非常固定 這一點宇安你應該知道 沒錯 我們以前的工作性質就是 常常要可能連續工作三十幾個小時 四十幾個小時之後 休息可能四五個小時之後 要再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 但是只要我要好好的睡覺 覺得體力還夠的時候 我一定不會放棄訓練 那如果你睡不好的時候 睡不好的時候 那就只好先睡飽再來訓練 真的就是你沒有睡好 真的不要去做比較大重量 需要比較高強度神經連結的這些訓練會比較危險 因為我知道呢 當我的氣質因為壓力大 因為累而放棄訓練的時候 那麼我永遠都會有藉口去訓練 那很多人跟我說 我把這週我把下個月的事情弄完呢 就會開始健身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人在每個階段的時候 都有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你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控制下來的時候 一字一字的東西是這樣子 當你在最艱難的時候克服它 那麼每當你之後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會想起當時那個堅強的自己 然後為了不對不起當時那個撐過來的自己呢 我相信你一定會克服你接下來遇到的那個困難 當你面對眼前的各種美食 美味的甜點 可口的 和湯飲料 當然在最飢餓 最飢腸露露 想要大吃大喝的時候 忍住它 不去碰那些垃圾食物 又選擇營養價值高的食物 那麼你對體態的改變呢 已經成功了 一大半 在最想吃垃圾食物的時候 你都有辦法忍住 那麼未來還有什麼好誘惑你 為了不對不起那個過去這麼努力的自己 我相信呢 你一定會成功克服接下來遇到的每個困難 成功擁有一個連你自己都欣賞的完美體態 那些擁有令人羨慕體態的健康 之所以能有這麼亮眼的外緣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們比較會忍 他們靠著意志力 忍住自己一時的口譜 直於忍住那個小耍廢的自己 堅持去健身 忍住那個力竭時 肌肉絲成疼痛 那時間久了 你依然停留在原地 欣賞別人的體態 而對方呢 已經成為那個你欣賞的對象了 最後呢 我想告訴新手們 不用害怕也不用擔心到健身房訓練 不會是用器材的感覺很蠢 那自己的身材不好 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這邊呢 我想要問一下五男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辦法現在馬上跟我講出 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以前做過什麼蠢事嗎 被你記在心裡的 那個你真的覺得很蠢的事情 你覺得他很丟臉的事情 丟臉嗎 這感覺一時也想不到 一時也想不到 其實我自己也試著想過 其實我好像也想不太到 我身邊的親朋好友 做過真的讓我記起來覺得 怎麼那麼丟臉的事情 我自己也超多 都不會忘記 所以我這邊其實想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就是 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就去回想一下 你身邊親朋好友做過的哪些蠢事 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也想不起來 因為其實人最在意的 你永遠都是自己 那你過不了的 你永遠都是自己的那一關 我們根本就 記不得你以前做過這麼蠢 所以我們就沒有人關心你 對對對 我們只關心自己 所以就把以前那個 很蠢的自己忘掉 不要那麼在意 如果你下定決心 想要改變自己 讓自己的體態變得越來越好 讓自己的體力變得越來越輕 那麼你就把訓練 融入到你的生活吧 因為唯有這樣 你才可以更好地堅持下去 好 那今天的心靈雞湯 今天就先到這邊 希望大家喝完這種湯 有得到暖暖的正能量 邁向未來更好的目標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蒋蓋 下次見 掰掰 下次見